新加坡21岁小将约瑟琳在里约奥运会男子100米蝶泳决赛中夺冠 以50.37秒刷新奥运会记录 为新加坡夺下奥运史上首面金牌 美国飞于费尔普斯则跟南非名将勒克洛和匈牙利名将切贺并列亚军 新加坡游泳协会成员接获捷报之后激动地挥舞这国旗 欢呼庆祝这历史性的一刻 一朵朵的海棠和大栗菊花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绽放了 这是120名志愿者为了鲜花地毯活动 用了60万只鲜花筹备了两年之后的成果 今年的花地毯以日本为主题 加入了日本人喜爱的鱼和鲜鹤元素 以带出日本人热爱大自然和风景的习性 该地毯将向公众展览四天直至8月15号结束 水倒映这建筑物宛落天堂 但男子却移着困难的脚步要归家 这是发生在印度安拉阿巴德的水灾 水困着人民使他们寸步难移 有家归不得 在过去一个月内 因暴雨袭击 使印度各地洪水泛滥 已经导致数百人死亡及数百万人流离失所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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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eng